拼多多这家企业凭借成立不到三年,站在了腾讯旗下10亿用户,的肩膀上已经低价疯狂系用户,用户高达3亿,并在日前成功赴美上市融资,首预涨幅于40%,并带动其创始人黄征身价飙升至135亿美元,快速超越刘强东,机身中国富豪榜前20强而未受市场的关注。 不过这种市场高度的关注,形同放大镜,最终衍生了出来的却是拼多多各种不足和利空。 拼多多在上市后,民生进一步大造,却成为了各方讨伐的对象,而在消息面不断的冲击下,拼多多的股价在上市首日后,已经连续次月下跌,昨夜大跌10.09%,盘中更是一度大跌于16%,跌破其IPO发行。 拼价19美元每股,一扫首日上市的高光,陷入破发的格局。 不过目前来看,似乎听多多的假货,商品质量风波仍在被不断扩大。 看家要求及下架山寨品,童话大王正元节举报听多多销售盗版图书,销售本每年过期奶粉,山寨小米鲜品。 日前还引发了市场监管总局密切关注和接受上海市气工商和市场监督部门约谈。 从2015年9月成立的拼多多,主打拼团低价,将用户亲朋好友加入一起拼团,最终拼出低价来购买。 凭借这种低价核权用户的经营策略,拼多多发展迅速,客位在爱里巴巴的淘宝、天猫,还有京东等电商巨头,的家本中,拼出了自己的一线天大,还得到了资本的关注,启动了多轮的融资。 在引入马化腾的腾讯成为二股东后,作用10亿用户群体的成为了企业五大爆发的跳板,用户从1亿到2亿再到3亿。 但是低价的背后,却难以阻挡货的问题,毕竟商品都是具有成本的,尤其是品牌的商品,商品工艺都是经过的相对精心的打造输出。 加上物流、人工、扑租等因素,不可能排低价出售,而拼多多一些标价过低的商品,自然容易藏猫腻。 这种猫腻在拼多多赴美上市后,名声进一步大噪,以发了维权潮,丢至此。 黄尊快速上市这一步棋,可谓被拼多多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是货还是服未定。 但是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拼多多上市后被放在各方监管的放大镜下,有利于提高商品的质量,打击假冒类裂商品,还消费着一个有望真正能够买低价品牌商品的平台。 当然如此一来,拼多多的未来盈利难度又将进一步被加大。 在2016年到2017年,拼多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5.05亿元,17.44亿元,期间对应净利润数据,为亏损2.92亿元,亏损5.25亿元,还是处于赔钱赚邀和吸收用户的阶段。 而如今掀起的拼多多的假货,伪劣商品风波,势必又会对拼多多平台的品牌价值造成打击。 忽然其他电商平台过去或如今,也依然或多或少,存在此类商品假冒伪劣问题。 但是时代在发展,总不能以过去的标准,去衡量包容如今拼多多的格局,不能让拼多多成为新的假冒伪劣商品的集中地。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